嗨,我是白姐 欢迎来到白姐说古书 今天我们来解读 鬼谷子的本经音符七术的后四术 分威法福雄 分威者神之父也 故尽故至义神归其设 则微富圣矣 微富圣则内时间 内时间则莫荡 莫荡则能以分人之威 而动其事如其天 让智谋发挥威力 就要学习趴在地上准备攻击的熊 发挥威力就是要使精神力充沛 所以自己要一直坚定内心平静 精神力凝聚 那么威力就会非常强大 威力强大 心中的意志就会更加坚定 意志坚定就会视如破竹万夫莫党 这样就能使敌人的威势分散 震慑他的气势 就像天空笼罩大地一样 以时取须 以有取无 若以意称诸 故动着避随 唱着避和 挠其一指 观其余次 动辨渐行 无能见者 沈于唱和 以剑渐渐 动辨名 而微可分 用强大的实力来攻取虚弱的对手 就像用意来撑猪一样容易 所以 只要行动 就一定会有人追随 一旦高歌 一定会有硬核的人 一根指头弯曲 其他手指都会跟着起变化 一旦有变化 就能洞察对方的阴谋轨迹 分清主次关系 以计谋应对计谋 让对方暴露真实的目的 自己计谋的威力 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将欲动辨 必先养智 服依以事件 知妻故使者 自养也 让己者养人也 故神存兵王 乃为之行事 行动之前 一定要先培养自己的意志 隐藏自己的目的 观察对方的破绽 要知道巩固自己 只有靠自我修炼 同时谦让别人 可以让别人不针对自己 所以让自己的精神内敛 隐藏锋芒 营造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事 第五术 散事 伐智鸟 散事者 神之时也 用之 必寻见而动 微速 内圣 推荐而行之 则是散 夫 散事者 心虚致意 一衰微识 精神不专 其言外耳多变 分散对方的微识 就要学习凶猛的智 分散对方微识 要靠自己专注的精神力去观察 使用这种方法 必须寻找到对方的破绽 然后以强大果断的气势 攻击对方的破绽 对方的势力就会土崩瓦解 此时 对方心神空虚 志向暴露 意志消沉 微是济失 精神不专一 予无伦次 故 观其致意为夺数 乃以揣睡图示 近圆方其长短 无见则不散事 散事者 待见而动 动而视分矣 所以 观察对方意志 作为评估的标准 运用揣摩之术有睡他 时而圆滑 时而尖锐 使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各有所用 如果没有可乘之机 就不要采用此法 一定要等待时机 一旦行动 务必成功 故 善思见者 必内经武器 外失虚实 动而不失分散之时 动则随其致意 知其计谋 逝者厉害之绝 全辩之威 是败者 不依神 素柴也 所以 那些善于发现破绽的人 一定是平常内扬武器 外查虚实 他一旦行动 就会集中自己的威势去攻击 紧紧抓住对方的薄弱环节 及时了解对方的计谋 总之 行事是决定厉害的关键 也是决定权衡利弊的条件 威势衰败的人 往往是因为不能够集中精神 去观察的结果 第六术 转圆伐猛兽 转圆者无穷之计也 无穷者 必有圣人之心 以圆不测之志 以不测之志而通心术 而神道混沌为一 以辩论万类 虽亦无穷 智略计谋 各有形容 或圆或方 或阴或阳 或极或胸 世类不同 故 圣人怀辞之用 转圆而求其合 计谋的变化 像圆一样昼而复始 无穷无尽 拥有无穷的计谋 一定是有圣人般的心胸 有深不可测的智慧去通达心术 自然之道 都是混沌统一的 用变化的观点来讨论万事万物 其中的意义是无穷的 谋略计划各有各的形态 有时圆滑 有时尖锐 有时公开 有时隐藏 有时顺利 有时凶险 各有不同 所以 圣人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应对 像圆一样运转 达到最终统一的目的 故 新造化者为始 动作无不包大道 以观神明之欲 天地无极 人事无穷 各亦成其类 见其计谋 必知其吉凶 成败之所终也 在天地开创之初 一切动作无不包含着大道 从中可以观察神明的世界 天地无极限 人类之间的纷争无穷尽 各有各的规律 我们要观察分析其中的计谋 并能看到吉凶成败的结局 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 圣人以道先知存亡 乃之转圆而从方 圆者所以何语 方者所以错事 转化者所以观计谋 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 接见其惠 乃为要节 以接其睡也 学会转圆的人 有的凶转吉 有的吉转凶 圣人因为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 而提前预知了存亡的结局 所以能够转圆成方 转凶成吉 圆是为了使对地的双方达到一致 方是为了正确地处理各种事物 转化是为了观察计谋的得失 接物是为了观察对方进退的意图 以上四者要看到其中的要领 灵活运用 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 第七竖 损对法灵师 损对者 机微之绝也 事有势然 勿有成败 机微之动不可不察 故圣人 以无为待有德 言查词何于事 对者 知之也 损者行之也 损之税之 勿有不可者 圣人不为此也 损对就是损意的意思 这里是讲 在危机和机遇面前如何抉择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存在偶然因素 有成功也有失败 危机猛动时 不可不仔细观察 所以圣人 所以圣人用无为之道来应对各种情况 他的语言行为都要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 对是了解各种信息 损是排除不利因素 排除之后再进行说服工作 如果事情进展仍然不顺利 圣人也就不再过多辩解 故智者不亦言诗人之言 故词不凡 而心不虚 智不乱 而意不邪 当其难易 而后为之谋 因自然之道 以为实 原者不行 方者不止 是为大功 所以 聪明人不会排斥别人的观点 语言解明恶要 心中平静不疑虑 意志坚定也不混乱 这样邪念自然不会产生 当你遇到难以决断的关键时刻 要选择顺应自然规律为标准 只要能让对方无论圆还是方的计谋 无法实行 就是成功 一之损之 皆为之词 用分威散事之拳 以见其对威 其威机乃为之绝 故 善损对者 辟若 绝水于千刃之梯 转圆时于万刃之骨 谋略的变化 都要仔细评估得失 用分威散事的计谋 使危机暴露出来 然后进行决断 因此 善于运用损对的人 就像在万丈的体背上 挖开一个绝口放水 又像 像万丈深谷中 丢下一块石头 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到这里 我们已经解读完了 鬼谷子的上中下三卷 其中的翻译 可能有很多不足和错漏 如果您发现了 可以在评论区指出来 我们一起讨论 感谢您观看我的节目 再见